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 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薄荷绿王子王一博华丽登场 引领夏日清新时尚 王一博的过河绿西装亮相品牌活动 成为全场焦点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他的商业影响力巨大 所代言的产品备受追捧 在活动现场 王一博萌态十足 引得粉丝尖叫不断 他身上的亮片装饰 更是为其增添了不少光彩 虽然他的时尚理念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薄荷绿的时尚先锋王一博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 大家都在寻找一抹能带来清凉感的色彩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方式 将薄荷绿演绎的淋漓尽致 为这个夏日注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新之力 在一场品牌活动上 他穿着一套定制的薄荷绿西装 优雅的亮相 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色彩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试想一下 当那抹清新的薄荷绿在灯光下微微摇曳 仿佛是夏夜的微风 轻轻拂过每一个观众的心田 王一博站在其中 如同一杯冰镇饮品般 为现场带来了无法抵挡的清凉与舒适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如在讲述一个夏日的故事 让人不禁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网友们纷纷称赞 王一博这是把薄荷糖穿在身上了吗 甜美而不腻 清新脱俗 更有网友调侃 王一博 你是不是偷偷喝了雪碧 全身都散发着清凉的韵味 商业帝国的崛起王一博的品牌影响力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随着他的每一次亮相而不断攀升 作为临时家居的代言人 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为品牌带来了巨大的曝光率 还通过庞大的粉丝群体和极高的知名度 帮助品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市场 每一次的代言合作 都是他商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步 推动着他的商业价值不断攀升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此 网友们纷纷留言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如同他的颜值一样 无人能及 每当看到王一博代言的产品 就忍不住想买 这是偶像魅力的体现 还有粉丝真挚地表示 王一博 你不仅是我的偶像 更是我努力前行的动力 蒙太爆棚的王一博粉丝们的心动时刻 在活动现场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当他不经意间露出一抹羞涩的微笑时 现场所有的人都被瞬间融化 网友们纷纷赞叹 今天的王一博太可爱了 想要亲一万次他的脸 王一博的笑容真的有魔力 能瞬间驱散所有的不开心 网上有粉丝灵机一动 将王一博比喻成一只慵懒的猫咪 王一博笑的时候 就像是一只在阳光下打盹的猫咪 让人忍不住想要走近 给他一个温柔的拥抱 这样的描绘 不仅凸显了王一博的温柔与可爱 也激发了网友们的共鸣和热烈讨论 亮片装的闪耀时刻 全场最耀眼的明星 除了那件引人注目的薄荷绿西装外 王一博身上的亮片装饰 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无论是头发间闪烁的星光 还是衣服上璀璨的光芒 都让他成为全场最为耀眼的存在 有粉丝调侃 王一博这是把银河都穿在身上了吗 一闪一闪的 美得让人窒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 王一博代言的临世家居灵动岛沙发也更显突出 这款沙发凭借其独特的设计和极佳的作感 赢得了广大网友的青睐 有人评论到 想向王一博坐在灵动岛沙发上 那份舒适与惬意似乎能通过屏幕传递给我 我也要入手这款沙发 时尚理念的争议你如何看待王一博的选择 王一博的这身薄荷绿西装 再次彰显了他作为时尚界领军人物的独特魅力 从颜色到整体搭配 都体现了他对时尚独到的礼节与感知 然而 时尚自古多争议 有人对此爱不释手 也有人觉得这色彩太过跳脱 缺乏稳重感 对于这次时尚尝试 网友们各书己见 一些人认为他成功地引领了夏日的清新风潮 另一些人则觉得这样的风格与他不太相衬 那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认为他成功地带起了夏日的清新风潮 还是觉得这样的风格与他不太相衬?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看法 与我们一同探索时尚的本质 记住 时尚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何不合适 让我们在王一博的引领下 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时尚主张吧 王一博的每一次亮相 总是能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与话题 从他那引人注目的薄荷绿西装 到他无与伦比的商业影响力 再到他那让人心动不已的蒙态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他作为全能艺人的无限魅力 正如网友们所说 王一博 你是我们心中的闪耀之星 无论在哪 你都是最耀眼的存在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请不吝点赞